一句话的年终总结 作者石坡 县法院会议室里 正在召开年终总结会 由办公室丁主任主持 按惯例 第一个发言的是吴书记 第二个是许院长 接着是 一会儿三冬头过去了 老孝是最后一个发言的庭长 丁主任宣布 请老院长发言 原来 他是名副其实的政法大学毕业的 一直从事政法工作 已经三十多年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由庭长升为副院长 院长 全院一百多名职工 只有他一个人在全国公检法统一考试时 获取了法官 检察官和律师证书 老百姓都称他 青天铁案 就因为他修炼法轮功 又到天南门广场证实法 被抓 劳教 受尽了酷刑折磨 回原单位后 本应撤职 开除 但只有他有法官证书 有的案子别人不能代替 所以才由院长降为庭长使用 法院的职工都非常尊重他 始终称呼他老院长 尽管他一再解释 也没人听 不但不听 还背地里向他翘大拇指呢 他从后排座位上站起身 用右手理了一下他那花柏头发 人们都回过头注视着他 给他鼓掌 他剑步走向主席台 坐稳后 对着话筒 只平平淡淡地说了一句话 我从修炼以来 没做过一件亏心的事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 大家都聚精会神地 准备听他讲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 给大家深深举了一弓 然后转身 走下了主席台 微笑着环视大家 好像睡梦中刚刚惊醒一样 顿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有的站了起来 请求他多讲几句 丁主任也逝去的 及时赢了上去 示意他重新回到主席台上 他也不负众望 补充说 欢迎大家对我检举揭发 发现一件亏心事 查证何时候 奖励一万元 说完他头也不回的 回到原座位上去了 全体自动起立 把手拍的三项 他也不得不几次 站起来向大家还礼 不得不佩服啊 坐在主席台上的 宪政法委书记 向院领导们 咬着耳朵说 都不经意的 点点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